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昆虫老西 吴清杰 今天 要来跟大家介绍一只 我等一下拿出来 大家可能会尖叫的昆虫 它 很巨大 很肥 白白胖胖的 你准备好了吗 我要拿出来咯 我真的要拿出来咯 尖叫声 好 这是一只巨无霸鸡母虫 它是全世界最重的假虫 阿克达大都虫的幼虫 你要长成一只巨无霸甲虫 当然要有一只巨无霸 baby 对那大家 但是其实不用担心 因为它只是大了一点 白了一点胖了一点 其实它很乖 平常就是乖乖的住在土里面吃土 这是一只真正吃土的生物哦 好那但是我不知道 每一次大家看到它就很想要尖叫 任何再冷静的场合只要把它拿出来 就可以瞬间炒热气氛 好那什么是鸡母虫呢 鸡母虫其实就是台语的鸡母汤 对因为台语的母鸡是鸡母 那翻成国语就变鸡母虫 那鸡母虫是各式各样甲虫的幼虫 对它们都肥肥胖胖的鸡很爱吃 那其实不只是鸡啊 就是各式各样的动物都很爱吃 也有一些人很爱吃哦 但是大家不用担心 你在台湾不会挖到这么大只的 对就是外国的大兜虫才会有这种炖胃的baby 那我们在台湾平常可以看到的是 就是独角仙或金龟子的幼虫 它们也都住在土里都吃土 那它们的构造其实跟这一只很像 只是身材小了很多 所以我们现在呢就用这一只巨无霸鸡母虫 带大家来认识这个鸡母虫的身体 鸡母虫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姿势呢 好其实它是一只白白长长的虫 以一个体前弯的姿势 对平常都是这个体前弯姿势住在土里面 很多人不知道看到就觉得说 这什么蝸牛吗 好那其实它只是弯腰而已 对它这只蛮像糯米长的 那你想要把它拉直 其实它力气还很大哦 对坚持要弯腰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前面有一个头壳 黑黑的头壳 这个头壳是很坚硬的 我们拿一只铅笔来轻轻敲敲看 可以听到这个很坚硬的声音 对那头上面呢有一对很有力的大鳄 就是它的嘴巴 手你平常手不要伸进去哦 咬下去是很痛的哦 好那我们现在拿这只铅笔来测试看看 轻轻的放进去 呼 抽烟 好整只夹住了 好你要跟它拔也拔不过啊 看一下哦 掉单杠 好那这时候手要在下面接着 不然摔下去会受伤 对但你平常不弄它是不会咬你啊 那现在是紧张所以咬住了 好 好那我们可以看到 它身体的旁边有很多黑点点 那是它的气孔 昆虫都用肚子的气孔呼吸 对它的肚子两边呢有十几颗气孔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皮 皮QQ的 对因为它很大只 那皮就会比较厚就QQ的 那小只的鸡母虫像是那个金龟子幼虫 它们的皮就很幼嫩 有一种荔枝或龙眼的感觉 很juicy这样 好那皮上面有很多短毛 这些短毛可以让它感觉 有没有危险可以保护它 屁股这边黑黑的 是因为它吃进去的土都储存在这边 那它的皮其实有点透明 所以就可以看到里面黑黑的土 好那我们来看到它的六只脚 它是昆虫 所以有六只脚 它六只脚真的非常的细非常的短 就是跟身体完全不成比例 这个脚完全没办法拿来走路 因为它实在太胖了 我把它放到桌上它就是侧躺 完全没办法走 那没办法走怎么办呢 其实没有怎么办 因为它平常是住在土里面的 它根本不用走路 它现在是被我挖出来 它才会跑到地面上来 好所以它的六只脚是用来挖土的 对你不要看它这样慢吞吞的哦 你如果把它放在土上面 然后去做你的事 五分钟过后回来看 它就已经消失了 对而且已经挖到最底 它喜欢待在最底就是最有安全感的地方 好那我们轻轻的来动一下它的脚 动的时候它就会扭 还蛮可爱的 好那我们来动一下 扭扭 有看到它在扭了吗 对它是可以扭动的哦 我们看一下 今天实在是太冷了 不是所有的鸡母虫都像这只这么冷静 那有一些鸡母虫甚至很凶哦 譬如说像那个南洋大兜虫的幼虫 那超凶的你把它挖出来 它就是 就一副我要咬爆你的感觉 对它那咬到真的会流血的哦 对那那一只比较特例啦 但大部分鸡母虫其实是 比它再活泼一点点 鸡母虫是吃土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吃的土 那这个土呢 是非常有营养的腐质土 就是腐烂植物的营养 所以我们平常如果在野外 你想要去找鸡母虫 就是去找生态好植物多的地方 那边土才会有营养 那现在呢我们在养这些鸡母虫 都是用我们人配出来的配方土 就像我们给baby要喝很营养的配方奶一样 这是特别调配最适合他们营养的配方土哦 这个土还很贵哦 一包好几百块 因为你要让它吃的很营养 它才会长得很肥很肥 那之后才可以变成很巨大很帅气的甲虫 我们现在来看一个很酷的东西 这是什么呢 这是它的大便 但是大家不用紧张 因为它吃的是土 所以它大出来的也是土 那所以这就是土没有什么味道 所以是完全不会臭的大便 臭的大便老师也不会摸 但是平常上课这个我可以当成礼物送给小朋友 因为这个就是要几颗有几颗 那因为小朋友知道这是大兜虫的大便 所以他们都会很喜欢 就会跟老师说 老师我要一个大便 我也要一个大便 然后你就会看到妈妈在旁边就是 脸有一点难看这样 那小朋友很喜欢拿了一颗还想要 又跟老师说 老师我还要一个大便 然后你就会看到妈妈崩溃 所以说 拿一个就好了 不好意思害妈妈都崩溃了 但这真的是完全不会臭 然后还蛮有收藏价值的很酷的大便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巨无霸鸡母虫 希望大家喜欢 那也希望大家以后看到鸡母虫的时候尖叫声可以小一点 那如果喜欢昆虫老师的影片 欢迎按赞留言分享给更多人 也欢迎订阅昆虫老师的YouTube频道 之后会有更多巨大 惊奇、可爱、有趣、充满生态小知识的影片哦 拜拜